Iphone 除了我之外 其實長毛也有 寫文面最煙的就是長毛 第一個是用這個Iphone 當然不是 我剛剛買的也不是 其實我們要做這個Iphone Application 很簡單 我們只要進去Iphone Application Store 然後按Search 你只要搞五區公投 甚至乎你打個五字 就已經被選擇是區公投 你應該可以進去 所以或者是打我們五個 是辭職的立法會員的名字 包括梁家傑、陳淑莊、梁國雄、陳偉業和羅旭文 你都可以找到裡面的內容 裡面有什麼內容呢? 包括他們自己有的網誌 他們在YouTube裡面的段段 還有他們近期非常之精彩的一些相片 他們的Facebook、他們的Web site 還有呢 也有這個Twitter 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馬上打字句的時候 人家會立即回覆你 你的粉絲會立即回覆你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介紹我們這個Iphone Application 那當然就是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這個新聞發佈會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你說在我們和市民接觸 是需要第一時間和最新的科技的 政府現在才考慮有些官員說做Facebook過 但是可能都是限時限刻的 但是你看到我們支持民主的朋友 就明白其實和市民是緊密的 和長時間的接觸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我們就是特別設計了 今次這個Iphone的做法 就是讓所有有關心五區公投的人 其實他們都可以第一時間接觸到 我們在這一方面很積極參與五區公投的朋友 亦都是希望可以有些少許帶領潮流 就是所有政府官員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 就是推廣民主 和推廣民主 和市民參與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的環節 我們後面就有這個造型 五個持續職議員的Iphone的造型 就是在後面 包括梁國豪、梁家傑先生、黃毓民 陳俊宗和陳米宜 好像你打牆蠻熊大舊都可以打牆蠻熊大舊 不是一定的 你不記得它的名字 你記得它的花名都可以 傑哥應該都可以 四眼鏡都可以 四眼鏡都可以 真的可以 是不是四眼鏡都可以 四眼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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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們先教授 呼籲關心五區公投的朋友 然後呢 就是 時事和多些 是上去這幾個application那裏 然後呢 就可以下載他們的消息 他們呢 對話 這樣呢 在這個程度上 亦都可以 推廣五區公投運動的 好像我們剛剛這份單章呢 新鮮月蘭出 在這個application裏面的內容 你可以在上面下載 立刻 因為它通過我們的網絡 就是自動的 自動過去的 OK 所以所有的東西 除了我們的網址 還有 好像這份單章 你現在已經可以在這裏看到了 我現在 可以按給你看 立刻 其實呢 這個iphone 我們用了很久 譬如我們現在香港人網 都有一個application 這個就是那個單章 和這份的 已經全部在上面 四眼鏡 我 我就不知道用iphone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用iphone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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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l 我吃很開心 然後… 沒有 我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好像有新玩具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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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簡單 我總之就 找到我自己 這裏就有些介紹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有他們本身的介紹 那這幅 真的很多是cousins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這張照片 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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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還有 剛才有說過的 譬如我們的blog 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照片 還有呢 最重要呢 就是… 咦? 有年四對鑽子嗎? 我閉上了 另外呢 還有呢 這些捐款支持 無論公民黨 或者社民典 在那裏都有連結 所以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又可以一按上去 就能看到 沒有啊 我找到… 他在玩的 我找到我自己的業 大家很開心 找到自己的業 去 還有呢 透過這個iPhone 可以直接去捐錢 給我們 社民部和 保民黨 兩位戶口 那就可以直入了 大家呼呼一下 是的 是的 我們日圓面都是 急需大陸現金 和義工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太好玩了 只能繼續玩 我們完全都不講話 我們幾個講 好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他們自己問吧 我也是 幾次幫你 幾次 我不是很少錢 好像… 第一半月沒有幫我們做的 就是做iPhone application 所以我相信不是很貴的 我忘記了大概 就是… 每個人幾千元都會 那麼多的價錢 不過錢 OK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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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互動一下 可以嗎 立刻和你交換一下 你們幾次報名 這就是在個application 拍出來的 那天我跟他 剛才講大那個Videos 他們問我 他們有沒有iPhone 他們沒有 就不用通過YouTube 就已經有了 毓文 問你幾次報名 我們現在三個時間都不一樣 但是暫時不公佈 我們是秘密來的 讓你有些驚喜 因為我們一定要等到 譬如說現在我們的籌備工作 因為我們的團隊已經開始一直在做 每天都有街站和我們的義工 還有我們整個競選的策略 譬如現在第一 初初我們只是不講選舉 全部講五區公投這些 現在每個星期出一份 每天起碼有三個街站 到正式報名之後 選舉工程開始 我們又有另一個階段做法 可能之後早就要在地鐵站排單張 還有我現在已經安排了 約二十多個居民會 在我的居民會 排了整個行程出來 第幾個行程 有二十多個居民會 我都說你新界冬 那個工作都在進行 報名那個不重要 不一定要哪一天 我們有些人希望最後那天 例如大俠就想4月7號 嘩 長毛就愚人節那天 是不是 真還是假 不知真還是假 暫時是這樣 我原本是31號 但現在我的團隊說沒有 都是遲一點 看些牛鬼射神 就是沒有頭尾之類 他們都有一些部署 我們自己有個競選團 不去的禮經 你不報啊 白姐姐不報 什麼暫時不報 白姐姐不報 哦 沒什麼興趣說這個人 沒什麼興趣說這個人 哦 他限我48小時過了 為何你們不是 我都交道一下我們公民黨那方面 明天我們的黨就會跟我們一些黨員 一起開會 抗認 抗認我們公民黨的候選人 跟著公民黨的候選人就會下街拿簽名 另外就是我們現時的計劃就是我們4月7號 我公佈社民的秘密 哈哈 兩位前主席就讀了一個決議 一位前主席就讀任主席 我快要是主席 你開心得太多人 我們決定了 三位有機會參選的議員 是不准在4月9號報名 哈哈 不准在4月9號 一定可以 之前就行 我們說了 現在 這麼快 在外面 在外面